哈喽大家 今天想聊一聊新PI如何开展工作 马上要建实验室了 希望赶紧发大文章啊 姐能不能讲讲建实验室需要注意啥 怎么招人之类的 下面呢就有其他网友啊 回答他说 好像前不久有做怎么面试招学生的视频 但是建实验室深方顶 发paper找学生 上课开会审稿 感觉有一大堆事情啊 这位网友提出的这些问题呢 招学生啊 升高啊 开会啊 写方顶啊 我以前呢 应该都专门有发独立的视频啊 针对每一个问题讨论过 比如怎样招学生的视频 怎样申请方顶的视频 但是我觉得呢 这位网友现在关注的问题 主要是priority的问题嘛 就是同时要处理这些事呢 先做哪个后做哪个呢 或者是说 是不是都应该一起上的 精力分配的问题 priority肯定是建实验室和深方顶 因为这两件事呢 它不仅是你最需要急于解决的问题 还有呢 这两件事是你必须付出 才可能看到结果的 就是说这问题吧 你可以认为是 它确实比较急 你必须先做的 可以是first priority嘛 你也或者可以理解呢 有些问题是你必须通过自己 作为主动去做一点什么事 它才能被解决的 还有一些呢 你只要做了其他事 它被动的呢 相应就会解决的 你根本就不用在这个方面 付出太多的那种 具体讨论一下哈 比如这位网友说的 这一共是七件事嘛 建实验室 深方顶 发paper 找学生 上课 开会 审稿 这七件事呢 我认为粗略一点 可以分成三组 一种是必须自己做 才能解决的 像建实验室 深方顶 还有一些呢 是学校给你 你必须做的事 就是上课 但是呢 这个开会 审稿 招学生 我认为都可以 认为是一个被动的 可以产出的吧 建实验室 还有写方顶 这都是属于你不做 是绝对不可能 有人替你做的 所以这两个 肯定是first的priority 你实验室只有建了以后 我才可能有数据 发paper嘛 你paper如果已经发了 那自然就会有 开会的邀请 有审稿的邀请 而且呢 如果你实验室 已经建好了 又有一定的track record 招学生 你就会发现 变成一件被动的事了 你与其主动 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然后去主动的 很active的 去吸引学生啊 让人家过来 其实主要是靠忽悠嘛 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 谁都不傻 或者说呢 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 忽悠的effort在上面 那其实也犹豫的 因为现在学生 都想去大老板实验室 咱们自己做学生 也对吧 将心比心嘛 也知道 他没有那么容易被忽悠的 你可能真的要花 serious的effort在上面 但是你一旦已经establish 好了的话 其实学生会主动来找你嘛 那个时候 你就只要挑选就行了 基本属于不花精力了吧 所以这两者的差别 还挺大的 我是觉得在新PI刚开始呢 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哈 主要把主要精力呢 放在那些必须主动去做 才有回报的事情上呢 然后就坐等 其他人来找你是一种 更节省精力的方法吧 而且效果也会更好 就是把好钢放在刀案上 好钢你是指啥 就你的经历啊 就是你经历 可能就是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嗯嗯 需要再对呀 我把我这个观点分享了以后哈 我就说个人潜见哈 先做最重要的 建实验室和新Funding 没建起来之前呢 也没必要招学生 也没数据可发paper 一般刚开始呢 也都不用教课 开会和审稿 更是low priority 我发了这个以后呢 网友呢就回复说 也就是说 在实验室平台搭建成功之前 第一年吧 就不招学生了 自己先干着 对吧 下面呢 也有网友继续讨论 说TT老师前面的视频 貌似说过 刚开始的PI 靠的是自己 做博后 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吧 嗯 第一种就是 走投无路的 嗯 这种很有可能 就去新PI那儿了 因为别人 也不要我们 是吧 我们既然 别处也找不到工作 那哪有坑 我们就去 反正是一份工作嘛 那做不好 我还做不差嘛 是吧 先把钱挣到手 这一类 新PI没问题 这一类可以碰得到的 嗯 第二类就是 也搞不清楚自己干嘛 反正就 摄影师这种 脚踩西瓜皮 划到哪里 算哪里吧 这种 我跟你讲 新PI 你都别想混得到 嗯 我就采访一下摄影师 是吧 你大概是这种吧 就你怎么都行 反正看呗 如果自己混起来了 那就 可能 接着做 但弄不起来 就也无所谓 是吧 以一种相对 半主动的心态 在做博后吧 你会选择新PI吗 肯定不会 第三种就是我这种 非要做学术的 嗯 开什么玩笑 小牛我都不去 嗯 是不是吗 必须大牛的实验室 才成得下我这个大船 就是盲目自信 不管是真水平假水平啊 但是就盲目自信者 大概也就这三种吧 有中间状态吗 可能有一些灰色地带 介于 但基本就是比较极端的贵类 就这三种吧 那新PI你说你刚开始 嗯 只有第一种人才可能忽悠到吗 那就是完全一个相互 无选择的选择 没有选择被迫搭在一起 肯定是互相看不上 角色还是有可能被忽悠的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脑子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然后看到这个PI 哇 TT老师好亲切呀 虽然他什么也没有 可是他好爱我呢 那我也喜欢他 所以我愿意在他的旗下 混五年 也一定很开心吧 带着类似这样的想法来 我是同意你说的 就是新PI可能遭到这种 好多伯后的几率是很小 但我真的不同意 它是零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我做伯后的时候 我隔壁实验室 他也是一个新PI啊 他刚开始就遭到一个 很好的伯后 然后那个人 在他实验室做两年 自己就独立了 就是那种 就是自己 也是这样做Five 那个人去他实验室 是因为就是 我们隔壁那个平台的那个东西 是比较特殊吧 一个这种setup 可能别的地方没有 然后那个这样学者 他就他就这里来了 然后他过两天 他自己就独立了嘛 这种其实是有 但这种就是情况比较特殊 我觉得这种PI 他应该不会来看我的视频 就是你只要来看我的视频 你就不是这种PI 你就不要想你是这个例外 就这种真的属于 百分之零点零几的 我就忽略不计吧 因为你知道做视频 我不可能像 咱们做science一样 每个地方方便巨道 就那一万个里边 才有一个的这种实验室 像庄小薇这种 类似实验室 对吧 他有某一个特别的技术 引领时代潮流的这种 肯定不在我讨论范围 我们实验室的话 前两年是没有任何学生和保护的 就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以及pagnition pagnition刚开始就是挺必要的 因为你建实验室的时候 还有挺多杂事 而且要有paperwork 起码一位pagnition 我觉得是必须有的 这样你比较不太容易 要自己处理一些太琐碎的事情 我们实验室大概建 整个setup的话 花了起码半年的时间 因为前两年 也没有任何学生和保护 主要就是靠我们两个 自己在做实验 你做了吗 做了呀 你也做实验了 我刚才其实想纠正一下 有可能主要靠我一个人 亲老的双手 但是你有做事吗 在了 你不是一直在家人玩吗 我觉得 也算半个人吧 一点五个人在做事 然后我们是建实验室的第二年 就已经发了一篇eLife 所以我是靠那篇文章 去忽悠了一个博后 加入我们实验室 所以它是第三年才加入的 因为忽悠我就忽悠了半年 大家就可想而知 我都有一篇文章做基础了 我还真花了挺多effort在上面的 但是后面再招人的话 就不是这么费劲了 总会有那么 各把人手申请吧 但之前绝对是没有任何人 主动申请了 幻想着自己在很早期 就能找到特别聪明的学生和博后 然后还给你带上去 这真的纯幻想 就越早打破这种泡泡 越脚踏实力 还可能越早的就是set up起来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 自己就慢慢的发展 一个老板就很难就是 在早期吧 这时候遭到就是 比自己就是水平sign高的 就是博后选 太小了 就忽略不计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都是这样 作为新PI 真的小猫PI 肯定是吸引不来 水平能比自己高的学生和博后 这是别无可能的 但是我之前其实还对大老板 抱有幻想 觉得是不是就只要是大老板 就可以招到比自己还聪明的学生和博后 但是就在前两天 摄影师已经有血淋淋的事实 打破了我的这种幻想 他就跟我说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要不然为什么 HHMI那些investigator 有的还会被踢出来呢 大家也知道 进入其实就很难嘛 你进去了以后 maintain肯定是最容易的 对吧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被踢出来 肯定是他就没法保持自己的 contribution了嘛 那是为什么呢 他能进去的时候 早期肯定要靠自己的嘛 HHMI要进入的阶段 都是还在职业发展的早期嘛 他都能进去 为什么他进去以后变成了一个盖窗的大牛以后 反而还不能maintain自己的contribution了 那自然是因为就是实验室的人员可能没有跟得上他的发展嘛 然后如果自己也才思枯竭吧 但又后继无力的话 就没有办法了嘛 那所以如果 因为作为盖窗的establish的大牛都有可能遇到人才阶梯不是那么完美的话 那你就想想作为我们 是吧 老实一点 脚踏实地 刚才这么细的这个发现是我发现的吗 是啊 你还把这个credit要白白送给我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适当的给自己的team member 他们该有的credit或者是甚至烘托一下 还给他弄的更大一点 我觉得是作为一个管理层 必须习得的英文技能呢 你看 无论呢 摄影师是不是真的忘了 这个idea最先是他提出来的 这样是不是他都挺开心的 因为他如果彻底忘了的话 意外之喜 有没有 因为他还记得的话 我如果没有cue他 说是他的 给他effort 他就很生气嘛 所以这事就是对我完全没坏处 是吧 而且这反正大家也知道 视频就是我的嘛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掌控在我的手里 哎呦 我为什么要录这一段 你又在这里 给我又录歪了 说你该说的 就是 我是觉得就是 你刚才说那个就是 开始新PI 就是遭到好医生 好不好 这个好我们怎么定义呢 是说这个 这个博后博士生 他的水平比这个PI 更高一些吗 我觉得网友的定义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待会再讲我自己的定义 很多网友坚持认为 自己即使在读博士的时候 老板也是不管他们任何事的 自己的课题 无论从ID 做实验具体 还是到写文章 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嘛 老板是根本不管的嘛 甚至呢 还要作为博士生的自己呢 还要帮老板呢 去申请grant 对吧 写proposal 那我觉得这类的同学 肯定认为老板 基本contribute身为零的话 那一个实验室 就是学生和博后追问的嘛 所以他们定义的好 那反过来想 就是应该是说 水平肯定的比老板好吧 或者说一个实验室 他的水平是由能招到什么学生和博后定义的嘛 而不是我说的 其实一个实验室的水平是由老板把控的嘛 对吧 我当然了就是观点跟这部分同学可能有一定的偏差 我是认为对于任何水平的PI来说 甚至大牛来说 其实能够执行老板的idea 做出reliable的结果的同学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学生和博后了 就是这个reliable的结果就是可重复的嘛 不管这个hypothesis 老板提出这个idea 最后是证明还是证明都不重要 但是就是这个结果是一个for sure的结果就够了 我觉得呢这就是非常合格的学生和博后了 但我知道很多同学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嘛 因为我上次说了就是如何 significant增加自己发大文章的概率 下面就有同学留言嘛 说这样不是就培养了一些没有idea的人吗 但是我 我真心觉得啊 就是一个同学哈 他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博士毕业生了 你再要求 真的是不切合时机的幻想 我们就保持争论吧 不用非得还每一件事都make一个conclusion 就毕竟conclusion这件事很出关的嘛 是吧 我们就坚持自己的意见 然后在一个友好的情况下 经常交流就好了呀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留言讨论啊 一定不要忘了订阅以及点赞啊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